外送机车骑到带转区 正准备带转 白色轿车紧随骑后 直接横在机车前方 白衣男日冲下车 就要找人理论 白衣男怒气冲冲 一掌朝安全帽拍下去 不断拉扯外送男子 想拖到路边继续教训 外送员不肯就范 一度走到其他停等机车前 疑似想求救 但绿灯亮起 仍被拖到路边继续扭打 是蛮夸张的吧 1月2日晚间10点多 外送员接单送饮料 从封甲大学一路骑了8公里 花了35分钟抵达南屯 面交时外送员发现 原本跑一趟赚160元 客人使用点数折抵外送费 只能赚97元 抱怨没赚到钱 这句话惹毛客人 立刻找朋友开车追人 狂追500公尺 拦堵外送员 真的真的蛮少 不会跑 不要起冲突 万一看到刀子杀我怎么办 所以会造成虚染 呈伤为暴力行为 已构成处罚 小月时间跑外送赚辛苦钱 外送员一句话竟惹祸上身 遭客人追难殴打 记者如俊杰 陈志茂台中报导 好的主播 各位观众 在台南海岸路上的一间 鲁威地呢 当天是为了迎接跨年人潮 可以看到呢 有九个人竟然是 互相的大打出手 不断是挥拳 往脸直接招货 而且还有人被推倒 在地上呢 不断被人拳打脚踢围殴 而一旁还有人呢 是直接抓起桌子摔了过去 其中证明呢 短发穿着白色外套的女子呢 是不断的朝人 挥拳跟呼巴掌 最后呢 他也被人拉倒在地上 现场可以说是打了乱七八糟 有其他的客人是不断的闪避 甚至干脆不吃走人了 就算警方到场呢 这九个人还是照打不误 我们来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其中一名女子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遭到警方压制逮捕 而原来他就是祖贤 他因为团购纠纷 跟朋友大吵一架 所以呢趁着跨年夜 要相约对方在某一间店谈判 但是对方却放他鸽子 没有想到却在路边的鲁味滩 被他发现了 结果呢九个人打成一团 警方呢撑凶后却把他 和三位的友人依照妨害秩序 和伤害等最显松半 以上是来自台南市场情况主播 男子被警方团团包围 盘问毒品藏在哪 那比较辣 各位 市民党的 竟然胆大到将毒品 放在虎爷的供说上 请神明吃毒 你我如果保险拜祭 你兵败的 我如果要帮你 我没冲啊 我警告 不只虎爷面前 男子在房内四处藏毒 客厅 卧室遍布 总共查获近500包毒咖啡包 同样在台中 警方抓毒 下车 下车 远警手持紧棍 不断敲击车窗 赫令嫌犯赶紧下车 你放在车没力了 放在 放在车 男子被捕仍然不断挣扎 不肯轻易就犯 贩毒集团购买分装机 封口机 自组毒品分装厂 主打客制化外包装 该集团以知名要通电电瓶包压为名 并主打多样化外包装 毒品包装再精美 想从中磨砺 逃不过 仅放射关 记者陈巩瑞 陈巩茂台中报导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嫌犯开车一路狂逃 不服被拦查冲撞警方 遭到援禁 开枪制止 围捕压制在地 连开四枪 嫌犯的车就往前逃逸 警察是跟着追据的 2日傍晚6点多 新竹警方盘查围停 行进新风箱 新兴路断时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 驾驶却不听制止 开车逃逸 与警方展开追逐 援禁闪避后 立即对空名枪一枪 并向嫌犯车轮 开三枪制止 骑程警用机车尾随载后 范贤一路逃窜 在县正二街于光明六路口 疑似身体不适 又刹车失灵 自装露出后 还试图持续冲撞远禁 遭到警方再向车轮 开一枪制止 总共开了五枪 终于将车上的嫌犯压制逮捕 该犯嫌为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及枪炮弹药刀卸管治条例 通缉犯 嫌犯遭警方围捕 束手就轻 将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妨碍公务罪 以及枪炮弹药刀卸管治等罪 借宋新竹地检柱正办 记者何牧强王阳新竹采访报道